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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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内部控制审计是一个单独的审计工作 但是呢 还有很大一部内容 都是我们前面报表审计下 针对啊 这个企业内部控制测试来做的内容 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学的时候呢 其实总体比较轻松的 有一些呢 说在前面讲过的内容 再就没必要重复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不然的话我们前面花那么大精力 讲什么是企业内控 什么叫了解内控 什么叫控制测试 然后还要讲呢 在这里面啊 咱们涉及到的什么循环的内控啊 对吧 如果做测试啊 如果用抽样啊 讲了那么多内容 我现在还要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 就没意义了 前面就等于白费了 对吧 所以啊 这里面咱们只是捡一些内控审计 它所特有的东西 给大家说一下 它所特有的内容啊 这话 然后再有呢 有一些就是什么 跟我们呢 这报表审计这话 当中用呢 内控测试 有一些还稍有不同的 这个咱们也要说一下 剩下的东西呢 就是你们愿意看呢 自己看一看 不愿意看也没什么关系啊 这话 这么一个内容啊 因为考试当中 其实很多东西 你也不好分清说 这一定是内控的审计用的 还是呢 我们财务法审计用 内控测试用的 这分不清的 好吧 所以这话咱们不用呢 花太多精力啊 这话 花精力多了就跑偏了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我们来讲的这个内容 那么咱们说了 第十一篇内控审计片 讲的呢 就是说什么 内部控制的审计 那么这项单独的业务 要单独出报告的 而且呢 上述公司啊 这话 有的呢 他是什么 就是一起发报 连报表审计 单内控审计 发给一个署数 有的就分别发报 有的呢 是这样的 我呢 报表这话 给一家 内控审计 这样给一家 甚至呢 有的什么呢 这报表这话 也分不同的情况 报表分成好几包 往外发 这都不一样啊 这话 我们呢 说的这个都相对简单啊 所以这话 咱们也不用花太多东西了 内控审计片 只有三个要讲内容 一个呢 内部控审计的基本规范 一个呢 关于执行内控审计 一些特殊的点 那最后一个呢 当然是他的报告的问题 内部控审计报告 这么三个啊 这三个呢 咱们说是三个内容 也就三个支点 并不像咱们前每一天 要分多少节的内容 没这么做 也没必要怎么做啊 所以就三个支点 所以学起来会比较轻松 比起来呢 咱们这叫一篇 跟前面很多的篇章去比呢 相对其中的一节内容 也就这么一个规模 那看一下考经分析 应该说啊 我们这篇内容啊 总体难度不高 大的内容啊 都是由我们前面内容的一个重复 所以没必要花太多精力 在那去讲 那么考试当中呢 一般都科幻题 简单题 去年是简单题 以前的都科幻题 预计今年呢 大概还是这种情况 团体简单题这种形式 也可能呢 是一整合审计方式 结合 才会报表审计 最后带着一个内控审计 带着一个啊 其实就是呢 我们综合体里面 是前面都讲 那报表审计 最后带着一个内控审计 那么一小问 其实这个总体来说 都不难 因此呢 咱们跟上课上讲内容 就可以了 多余的东西 你爱看就看 不看也没有关系啊 这样一个 好了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指点来说 首先第一个指点 内控审计的基本规范 那咱们再强调一下 有很多东西啊 都和咱们财务报告审计当中的 内部控测试 是一致的 那咱们就不重复了 那咱们专门来讲讲 内控审计 它特有的一些东西 那首先 什么叫内控审计 那内部控审计 那么内部控审计 指的是 我们主要是接受委托 对特定基准日的 内控的设计与运行 对吧 它的设计和运行情况 有要性做审计 那咱们想想啊 我们报表审计当中 就要了解企业内控设计 对吧 为了它是否得到执行 为了它是否得到一贯执行 是否有效运行 那就我们了解内控控测试的问题 那实际上呢 我们大部分东西 和我们内控审计 这块都一样 不同在于什么呢 咱们在前面学报表审计当中 就提到过了 我们呢 对报表做审计 我们也的确要了解内控 甚至表示做控测试 但并不会对内控发表意见 因为我是报表审计 所以在审计报表中 特别加进一句话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呢 我们是专门针对这个内控 它的设计运行去发表意见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这么一个 然后注意 我们虽然叫内控审计 那按说是企业所有内控 对吧 但是我们中央实在做的内控审计 严格限定了财务报告的内控审计 不是所有的 虽然我说过啊 关于这个企业业务 企业的业务的 只是对财务报告的 尽管也是企业的绝大部分的内控 但不会是所有的 那好了 咱们说一下财务报告内控 那所谓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这是被计单位公司的董事会啊 监事会啊 经理层啊 加上全体员工 那不止限于啊 这些领导层 还包括员工 实时的 旨在合理保证财务报告 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成 而甚于运行的内部控制 以及注意 以及与保护自然安全的内部控制中 注意与财务报告可行目标相关的控制 所以呢 这样的话我会发现 比起来 跟那个咱们内部控制概念的比 它是少了一些 是少了一些 对吧 你看合理保证财务报告这块 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设计的 然后说保护自然安全完整 但这个咱们仅限于与财务考性有关的 其他东西并不考虑了 那还有随手法律法规那个呢 那么这个只要跟财务报没关系 咱们也不考虑 所以这么一看 从定义来说 就小于内控的概念 所以它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可以是大部分 但不是全部 那相当我们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那因为你对这个发明意见 所以我们意见还会发明这样的 首先 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这个一定要发明意见 对有信发明意见 这一个 然后呢 针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是针对啊 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我们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它的重大缺陷 在内部控制审计报中增加一个叫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中大缺陷的描述段 予以披露 就是说说这个事 这个事只是我稍待手注意到的 我们有没有对话发明意见呢 并没有 因为我们这增加这么一个段落 予以披露 而且只是我们注意到的 并没有专门去找 这样一个问题啊 那这是我们这个内部控制审计 它的概念 那虽然名字叫内部控制审计 其实是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 一定这样啊 所以这有点鸣不腐蚀 发现没有 有点鸣不腐蚀的 咱们有意思 但我们只能做这些 然后刚才咱们说了 这对内部控制啊 咱们强调一个特定基准日的 那么咱们说内部控制审计的基准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重要注意 咱们说内部控制审计计日 指的是我们主要是评价内部控制 在某一时日 某一个天 某一天 是否有效 所涉及到的一个基准日 对吧 那么也是倍成的安慰 它的自己的内控平安 几日 通常说就最近一个快期间的几日 那其实这一点呢 咱们说如果学战略的学员 应该知道 企业呢 有这个内部控制 有一个自我评价 它自己有评价的 然后说我的内控怎么样 要自己出一个报告的 但那个东西啊 就纯粹有什么自卖自夸的东西 那你既然说你这个东西好 那也需要有人见证的 这和我们财务报告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财务报告呢 有叫快签几日 一般都是1231 所以内控这块 自我评价的那个 几日一般也就是1231 那我们审计发表意见 那几日也就是1231 一般都这样 一般都这样啊 这块特定情况下 咱们可能不用1231 通常都是年报那会要做 所以这叫内部控制的几日 那么注意一点 我们针对特定几日 内控遥性发表意见 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测试 这几日这一天的内控 而且要考察足够长 对于在时间内 它的内控的设计运行的情况 足够长的 那其实这个呢 和我们财务报审刑一样 虽然我们对自然发表 那发表意见 我们并不是只在那一天的 对吧 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针对啊 有很多项目啊 是对起研发的交易测试了 才能证明那个期末余额 对不对 那指测那一天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内控 可能这样 那虽然我们说是那个那一天的 但是要客观实际的 那么客观实际是要什么 足够长一段时间内 运行后的这个结果 这才是那一天真实的情况 那这么一个 不过说我就那一天 测试那一天 看大家那天表现怎么样 那没有意义 行吧 那么在这话咱们注意 单就内部控制审议委员 如果说只做内控审计 那我们注意事啊 要获取内部控制在近日之前 一段足够长的期间内 有些预行审计证据 说我这个只承接内控审计 那我就只做这个东西就好了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啊 我们做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 叫整合审计 两个都做 对吧 说如果在整合审计当中 那么控制测试 做涵盖的期间 要尽量与报表审计中 你信赖的内控的期间保持一致 因为这个要注意了啊 就是咱们说采用报表审计 你对控制有信赖 说打算信赖这个 比如说我打算信赖 后半点的 那么这个时候 针对这样内控 我们做测试还有钱 那应该什么 尽量和报表审计 你信赖的钱是保持一致的 那但这个有时候有点难度 但尽量保持一致 所以这会增大我们的工作量 看起来 但你琢磨琢磨 也不是 因为我们你信赖的内控 如果你信赖的话 报表审计当中 是要做内控测试的 他项目啊 他做的这个程序啊 跟我们内控审计中 所做的 几乎一致 所以就说到是 那烧带手就一兵做了 并不会真的 自然我们工作量 所以呢 咱们说 近来保持一致 基本上问题不大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 咱们说一下 计划 内控审计工作 那 那注意啊 内控审计工作 这话 咱们也是要做计划的 跟我们报表审计中 去考虑一样 对吧 那这里啊 咱们注意有一个问题 内控的变化啊 就是有一些东西也没必要说了啊 我们怎么去安排这个计划啊 人员分工啊 组体测试计计划 这都没什么可说的 这都没什么可说的啊 这话 和我们报表审计要求几乎一致 几乎一致啊 这话 也要考虑风险啊 也要考虑重要的这个领域啊 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强调这么几个 一个 说内控有变化了 那么这会直接影响 主要是内部控制审计程序的 性质安排范围 内控的变化 那其实这我们聊内控 报表审计中 也是一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也会有影响 那么注意 那么如果以前年度发现的内控缺陷 为了有效整改的 说以前有缺陷 现在还没改 那么我们就需要评价这些缺陷 对我们当期内控审计的影响 那这个和我们发现错报一样 说以前有错报 继续延期的话 我们要考虑以前年度的错报 对当期报表意见 这是一样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再有 我们呢 做内控审计 要更多去关注那些 内控审计 高风险领域 我们内控审计 也是风险导向型的 所以 报表审计考虑高风险领域 内控审计考虑高风险领域 没必要测试那些 即使有缺陷 也不可能导致财务报 有重大错报的控制 也没这个必要 对吧 因为有缺陷也不重要错报 我关注它干嘛 浪费时间 一定是风险导向型的 那一般来说 内部控制的特定领域 存在重大缺陷的分约越高 我们所需审计证据的宽性 考虑越强 那和我们财审审计这种特点 要求很接近 那真的很接近这么一个 明白 那一般来说 对内控 那内部控制可能存在重大缺陷领域 我们要充分的关注 那具体在什么呢 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 对相关控制 亲自做测试 而不利用他人工作 那么更多的 考虑在接近内部控制 平价的旧日时间 测试内控 再有呢 我们可以增加 更多的总司 或更多业务部门做测试 增加测试量 那再一个 就是最后一句话 增加相关内部控制 测试量等等 其实这两个都差不多 对吧 都增加 这么一个 所以这类的 要更多去考虑 亲自做的 对吧 今天基准日的 这个就像什么呢 咱们报表审讯下 说风险高的 我们更多考虑在期末来做 针对下部做实行程序 这类的 我们这是什么 控制测试 所以风险高的 今天按什么 基准日来测试内控 一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 咱们再提一句 说在我们内控审计 总体测试当中 其实也要考虑 重要性的问题 那要考虑确定 财务报表正重要性 实际执行重要性 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么一个 那当然 咱们说内控审计 和报表审计 两者相同和不同地方 这话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不同地方 咱们在讲运当中 留给大家自己看一看 对吧 相同的呢 那么我在讲的时候 也会带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时候内控审计 原则上你去的重要性 和财务报表审计中 那个重要性要保持一致的 那因为都要考虑 重大挫暴风险 这一个 然后咱们说 选择你测试的控制 我打算测试哪些控制呢 那么原则上 首先一个 这个是他独有的 自上而下的 应当就必须用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 来选择你测试的控制 那么咱们说一下 所以自上而下方法 是这么一个步骤 首先从报表层开始 初步了解内控 它的整体风险 报表层开始 然后呢 去识别了解 企业层面的控制 报表层次 企业层面 然后开始往什么 具体的重要账户猎豹 那相关认定了 那么就开始具体化了 具体到账户猎豹 以及和我们分有关的 相关认定 那接下来开始了解 潜在错报的来源 识别 那么对应的 针对的错报这种控制 然后接下来 选取逆测试控制 这么一个步骤 那其实这个呢 和我们啊 了解内控 控制测试 其实有一个道理的 先整理去了解 两个层面 对吧 报表层面 具体认定层面 然后看到这个风险的来源 然后呢 看这个控制 那然后我们选取 那你先来控制进行了解 然后证明如果没问题了 了解没问题了 我们往往就什么 做控制测试了 所以这个叫自上而下的步骤 这是他专有的 但实质上他的执行和我们了解内控控制测试 合起来是一致的 那注意这一点啊 所以咱们可以回头稍微对应一下 咱们前面了解内控那个内容 对应一下 他思路是一致的 只不过他是单独这么一个方法 叫这么个名 对吧 我们那一会儿呢 没有讲 说了一下那个步骤 对吧 说一下步骤 其他思路一致 只是没定这么个名 对吧 那这个我们还可以讲一讲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说报表那个就不说了啊 那么注意 咱们找有特点的 一号 识别了解 测试 企业层面控制 那么注意 说企业层面控制 通常呢 作为应对企业财务报 整体的风险设计大 或者说其他控制的运行的基础设施 是他的其他控制的一个基础 往往呢 会比业务流程更高层次上 乃至整个业务范围 整个企业范围内运行 所以呢 他作用广泛 通常并不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认定 那这个咱们其实讲内控时讲过 两个层面的 企业层面的 那这类的 那包括咱们前面讲新旧也这样的 对吧 企业层面这类东西 所以这里还是好理解的 对吧 那么这里要注意 说企业层面控制 对其他控制及次的影响 这个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啊 那么首先通常是间接影响的 间接影响 然后还有呢 很多是起到监督重的 但是特殊情况下 有直接影响 有直接影响 那这个咱们需要好好看一下 首先 说某些企业咱们控制 比如以控制环境 相关的控制 那么这个啊 对重要聪明能够会及时的防止 或发现可能性 是有重要影响的 那领导重视不重视 那这个 影响很大的 那领导很重视 反正两次 你下次就可主动了 那领导重视的问题 所以呢 就会有什么 重要的影响 这里呢 往往都是什么 间接影响 对吧 所以呢 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但是呢 影响不出来是 你侧的其他控制 以及呢 对其他控制所执行成的性实案外范围 领导重视和领导不重视 咱们报表水平中 是不一样的 对吧 领导一旦重视了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项目就好做 领导一旦不重视 那这个说最好的 认证尊备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就在这 所以呢 咱们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那影响是间接的 但是对我们整个审计 安排是有影响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先去了解 这个领导 对吧 然后呢 再有 说某西亚企业的尊备控制 能够监督 对其他控制的 有要性 执行的问题 那么这些控制本身 并非精确到 足以及时的防止 或发现相关 认证中感错报 但它起到监督作用 那么像这一类的 也和我们前面讲的 说内固要素什么 没什么区别 那这种作用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一类控制一旦 有效运行的话 我们也可以减少 原本你对其他控制 有要性做测试 所以咱们当时讲 对控制啊 这个信赖 说如果期用测试了 满意了 沿到期末 那考虑什么问题啊 其中一个控制环境问题 对控制监督问题 那么这很重要一个 因为延伸到期末嘛 那么如果控制环境好 那么监督好 我们往往 正在期末 延伸那块 要做的程序 其实少很多 这跟我们这说的是 一个意思对吧 监督作用 但是特殊点来了 说 某些企业层面控制 本身 能够精确到 足以及时防止 或发现一个 或多个相关认定中的 存在中央错报 那这一类的 就直接指向认定了 有直接影响了 对吧 所以如果一项 企业层面控制 已经足以应对 皮肤的中央错报风险 我们有可能 不必测试 与这风险有关其他控制 你说吧 那么你看啊 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东西 是冲突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因为企业层面控制 不足以达到这个情况 不足以 但是呢 现在说控制下 他说了 有些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报表审计当中 考虑的事项 和内控审计中 考虑上 在这时有一个不同点 那各按各的来 各按各的来啊 这话 因为内控审计 我们要更细致 所以把这类特定情况下 他存在这种可能性 也要考虑进来 报表审计下呢 毕竟我们有很多项目 是要做实际性程序的 那这种特定情况下 我们其实关注度不够 也不需要 所以这要注意啊 那这一个 那再一个 我们要识别 这个企业的重要账户猎报 以及 跟封业有关的相关认定 这俩事啊 重要账户猎报 以及相关认定 明白吗 那说了 什么叫重要账户猎报呢 说如果某个账户啊 或猎报可能有错报 这个错报单独 或是其他错报 将导致爆表有重大错报的 那这类账户猎报 我们就称之为 这叫重要的账户猎报 这一个 那这叫重要账户猎报 很重要 那么是 我们针对他这个项目 就要特别的关注 明白 然后 什么叫相关认定呢 就是如果啊 某个报表的认定 可能存在一个多个错报 明白 这一个或这些错报 将导致爆发生了错报 那么这个叫相关的认定 我们谁中 就内容谁中 要特别关注的 那要特别关注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 咱们说重要的账户 比如说收入 那收入这块 那是重要账户 但你不能说 这账户当中 所有认定都相关认定 那可能收入的发生认定 高估这类的 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所以呢 那叫相关认定 账户重要不重要 重要 明白 那么什么是相关的呢 可能是发生认定是相关的 或者是呢 这下准确性是相关的认定 但其他的完整性 就未必是相关的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好了 那如果识别这种重要账户列报呢 以及那如果去识别这个相关认定呢 那在这这么说的 我们是从定性 定量两方面加以考虑评价的 那包括 5B的影响 都要考虑在其中 那一般来说 说超过报表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那你看 咱们肯定要设定重要性 也是有整体重要性的 对吧 那么 大概超过整体重要性的这个账户 无论在内控审计当中 还包括审计中 通常都一个重要账户 都要重点关注的 重大吗 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说有的账户啊 会列报 接着从性质方面考虑 与之相关风险交响 但它金额超过整体重要性 那这个时候 注意 因为它金额大 被列为重要账户列报 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这一个我们直观的一个认知 金额越大 往往可能它有个重要的 尽管性质方面 可能没那么高的风险 那因为这个业务提供队 单一简单的 从性账来说 风险不大 但是呢 因为金额太大了 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那所以这个可能就很大 但是呢 金额说超过的证据重要性 并不代表它 一定是属于重要账户列报的 我们还要考虑定性因素 不是说不考虑 金额它占比 占整个评价这个 评分值的权重挺高的 但不是唯一 我们还是要考虑定性的 比如说你刚刚超过 证据重要性 但从性账来说 实在是风险太小了 虽然你超证据重要性 并不必然属于重要的 但如果你超证据重要性 很多很多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权重占得大 所以呢 它还可能是重要的 这样一个 所以咱们注意啊 这个金额 按重要性来比来说 它是个很重要一个 评分的权重 但不是唯一 然后从性来说 性来说我们可能啊 是因为某个账户 或者列报 它的固有风险 或者舞弊风险影响 把它作为重要账户列报 那这个时候 未必是从金额来看 有时候即使从金额来看 它并不中大 比如说有的项目低估了 它金额来看比较小 但低估风险很大 那是不是咱们也得作为一个什么 重要的 是这么一个原因啊 所以不是纯粹 从金额角来看 那么在这里还要注意 不仅仅呢 是在重要账户列报层面 考虑风险 那么要深入到 账户列报的明细项目当中 比如贵资产这个 那么你要看到明细组成 以及设备啊 房间入屋这块 那相应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一块 对吧 那如果啊 说某个账户列报 明细项目 存在的风险差异较大 那么我们 说发现什么 不仅单位 它可能是有不同的内控的 那只要分别考虑 然后针对各自风险 设计选行程序 但有的时候 企业没存那么细啊 这块 但你琢磨琢磨 它是分开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公司资产这块 感觉好像分得不细 但你想 一个企业 这个设备 公司资产 基设备这类的 它的管理 和房间入管理 是有差异的 对吧 所以正常来说 企业建立内控 对于不同资产 不同项目 它肯定会不同的控制 这块 所以呢 我们要分别考虑 这个风险 来呢 针对 针对性做这个程序 那么在这块 注意 我们在识别 重要战狐列报 相关认定时 我们的依据是 固有风险 咱们该说固有风险 那包括固有风险 而不考虑 控制的影响 因为本身 我们内部控制 审计目标 就是来评价 内控性的 所以你说 内控好坏 这考虑吗 不考虑 那这是不考虑的 这块 它就特像什么呢 咱们讲的 作为特别风险问题 不要考虑内控 它本身 这种风险 是不是人体人 特别关注的 所以咱们前面 学好了 这会有很多东西 都好理解 那再有 在我们内控审计当中 注意事件在识别 重要的账户 列报 这一个 以相关认定时 要评价分音速 和我们财务报告审计下 所考虑分音速 是一样的 因此呢 在这块 就 首先一个 就问题是什么 咱们可以 不要单独再讲它了 对吧 但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啊 我这边 做着报表审计 同时又做着内控审计 都是我一家人 做的好办 那肯定是一样的 都是我做的吧 那如果是 A所做财务报表审计 B所做 内控审计 怎么办 有时候呢 它俩沟通一下 它俩未必沟通 能明白吧 未必沟通啊 这块 而且俩时间可能还不一样 那沟通未必那么适当 那这个时候注意 做内控审计那家 因为A所来说 人做报表审计 人该怎么做怎么做 做内控审计那家呢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它要假定说 这个项目 我如果做财务报表审计 我考虑分因素都是什么 现在做内控审计是一样的 就这么个原理啊 这样一个 那么相应的 说两种审计中 要识别的重要战户 列爆及相关制定 应当是相同的 原则要保持一致 那当然刚才那个也是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 更多时候我们愿意 发报给一家企业来做 做整合审计方便 这一个啊 然后呢 紧接着 我们就开始了解 这种前措报 识别对应的控制了 说这些啊 是重要的项目 重要的这个列爆 以及相关认定 那么有什么样的 错报风险 前来错报 对吧 然后看有什么样 这些控制 一般来说 做穿行测试 是实现了解潜索爆 评价控制设计有要性 确定是否得执行有何方法 那这和咱们 了解控制是一样的 那么做穿行测试 情况什么时候做呢 这个注意 一个 本身有较高的 固有风险的复杂领域 一个 以前的审计中 识别出的缺陷 那当然这要考虑 缺陷的严重程度 此外呢 由于引入了新的人员 新系统 收购和采用新的快计政策 导致流程的重大变化 那么这些方面 做穿行测试 是非常恰当的 那这非常恰当的一项工作啊 那这特别解释了一下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此外 若是首次解决委托 只要内部控审计的话 那么通常 我们预期啊 需要对重要流程 做穿行测试 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会利用他人的工作 可以啊 没说不可以 可以的 这话 但是呢 也没说什么 必须的 这个知道一下啊 那通常而言 做穿行测是什么啊 针对每个重要流程 选一笔 交易和采压来做就行了 不用多做 因为我们就要了解 选一笔就可以了 对吧 但如果特殊情况下 说备审单位呢 采用集中化的系统 为多个总部份 执行重要流程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 不需要在每个重要基金场所 和业务单位 都去选一笔了 那既然你集中化系统 那好了 整体来一个可能就够了 你看 不会说每家来一个 你们说 各家在这块 其实做的是一样的 你看 都是被单位 用集中化的系统来完成的 我没必要在每一家 再做一遍 虽然每家只做一个 都要多了 我直接在这系统下 做一个就行了 对吧 这一个啊 那此外 做创业测试的时候 对于每个发生重要的处理程序 或空间 每个重要的这个节点 对吧 那么我们要询问一下 相关人员 对既定程序 相关控制 他规定的了解 然后确定 他说法 根据设计的原意 及时执行了 这种处理程序和控制 就是风险点 对吧 重要处理流程 那个风险点 那个节点 然后问问 你们这会儿的规定 是怎么做的 你做的 是不是这样 明白 那么 是不是真的实验 控制的原意了 因为我不仅了解 控制的设计 还要看它的执行 因为我们是要做什么 内控审言的 所以这时候 其实我可以 深入多问问 这样一个啊 此外 我们原则上是使用 应当就必须 原则上使用 和被人单位 相同的文件 其具处 对业务流程 做产生测试 那这样一样的 使用相同的 结果 然后像呢 参与这个流程 或控制的 重要方面的相关人员 做询问 肯定重要的 咱们依然是风险导向 做这种询问程序 这样一个 那么这些都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做哪些测试了 明白 我们那次上下 那么到最后一个了 选择你测试的控制 明白 那么要求 针对每一个 重要的相关认定 它获取控制药性的 相关的 容易导致重大错 风险的这类的 相关认定 或是证据 以便呢 对内部控制 整体药性发布意见 但注意 我们是针对 整体药性发布意见 并没有责任针对 单项控制药性 去发布意见 那每一个 那容易导致风险的 相关认定这话 我们要获得 控制药性的 这审认证据 有效还不像 但是呢 并不单独发布意见 是整体 整个企业的内控 是有效发布意见 那我在选取测试时候 通常呢 不会选取 整个流程中的 所有控制 因为流程下 有多控制 我们不会选所有的 我们选择关键的 什么叫关键呢 就是能够为一个 或多个账户 猎豹 那他的一个 或多个相关认定 提供注意 最有效果 或最有效率的 这种证据的控制 那么这种两种情况 一种呢 说找效果最强的 效果最强的 但是如果效果 都能达到满意的 我们找什么 效率最高的 原则首先找是效果 最好的 但如果效果 都能达到满意的 那这时候咱们找 效率最高的 能最有效被证实的 这样控制 来测试 这是保证什么 我们审价 你别人什么 做无用功 都能达到要求的话 我们找效率最高的 但是呢 不能说为了效率高 我们先去什么 影响效果 必是达到要求 达到满意 效果的 我们才去找效率 这么一个啊 那要求 针对每个重要战户 就像相关认定 或者啊 重大挫暴风险 至少要有一个对应的 关系控制 得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只要得有一个啊 你得有出来 除非他没有 他有多个的话呢 你一定得有一个 然后呢 我们不用去算那些 有缺陷 也和力区 无不会导致 报表重大挫暴的控制 这咱们前面说过 换句话说 还找重要的 重要照顾列报 相关认定 重要挫暴风险的控制 其他的 没那么大风险的 别费这个劲了 那再有 我们在考虑 事外有必要测试 业务流程啊 应用系统啊 交易层面的控制 之前 首先还是到什么 整体层面 对吧 要考虑测试那些 与重要账户 认定有关的 企业整体的层面 企业层面控制 条件 那都是什么 先看领导的 先看上层的 先看他 再看具体的 那首先考虑测试 他们的有要性 明白 他如果啊 这有的时候 企业层面控制有效 那些精确执行了 说这个都能够要什么 咱们前面说的 能够即使的防止 或发言纠正 那影响一个 或多认定重要挫暴 这一类的 我们有可能不必 就所有的流程啊 交易啊 应用层面控制 有要性获得证据了 因为企业层面这个 有的有职业影响的 那咱们说 直接用它就行了 是吧 说企业这边 如果间接影响的 或有间接受的 我们可以减少 后面这个要做的 程序 对吧 所以一定是先了解 企业层面这块 是吧 然后呢 还要注意 我们主要是要选择 测试的那些 是要对形成 内部控制审议界 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那因为最后 你要说 整体内控 好 对吧 或者说 有重大这个缺陷 那么你只要什么 关键的问题 对吧 抓住主干 明白 这对于所有的 与那 所有重要战户猎报 相关的 所有的相关认定 只要跟它有关联的 这些重要的 我们都需要获取 关于控制设计和运行 是否有效的证据 那其实咱们还是风险 导向行的 对吧 对于是高风险的 这类的 我们才必须获得 它内控有性的证据 这么一个 但是呢 如果有多个控制 都会应对 相关认定的 重要性的风险 那么我们要选择 那个或那些 能够最有效方式 予以测试的控制 那刚才说的 就是什么 都满足要求情况下 我们要效率 这个效率是什么 能够有效测试 被证明的问题 如果不满足要求的 找能满足要求的一个 注意这个 那再一个 说企业管理层啊 要做内控做评价的 这咱们前面提到过 咱们学站里 应该有这个内容 那么就像咱们学会计 企业编报表一样 对吧 现在呢 企业那做内控做评价 他也要进行测试 他所选择测试控制 可能多于我们暂时认为 为了评价内控调性 而有必要测试的控制 那这就要是相关于什么呢 咱们前面讲过的 说企业这话 说企业呢 做分禁评估 还记得不记得啊 咱们讲分禁评估的时候讲过 说企业做分禁评估时啊 他需要了解息息 可能多于我们暂时 做分禁评估时 要了解息息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只要是我们认为 我们做的足够了解了 就够了 明白吗 所以呢 说国安层这种决定 不影响不在时 控制设计的决策 我们只要测试那些 对形成内控 神医界有重大影响控制就行了 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啊 这个注意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19年单选题 因为这几年 除了我们21年 是考虑解答题 以往年度都是课完题 都课完题啊 这话 那咱们看一下 19年单选题 说祝盖师啊 执行内部控制审议时 下列有关识别重要诈弧列报 及其相关认定说法当中 问错的 在识别重要诈弧列报 及相关认定时 祝盖师不需要确定 重大错报可能来源 对不对 错了对吧 因为我们要考虑 前错报级来源 以及相当的控制 咱们自上而下 那个顺序当中 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上来就错了 那其实剩下就都对是吧 并呢 说超过财报 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未必就一定重要账户 那咱们也举个例子 对吧 你可能超过重要性了 但是呢 从风险角来说 从信息角来说 实在风险也太低了 综合权重来看 你可能未必重要的 但是如果这个金额特别特别大的 哪怕你风险没那么高 你这个一般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 那这个咱们讲过对吧 正确 那 C呢 说低于实义执行重要性 但随于5B风险账户 应当确定为重要账户 性质重要 那么现在也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这个重要性 那咱们的内部审计中 又有呢 真正重要性 又实义执行 都有的 对吧 那和我们报本审计是一样的 都有这块 对吧 那这里就强调了 性质重要 5B这块 我们一定是重要的 第一呢 说我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 及相关认定时 主要是不应该考虑控制影响 咱们从固有风险 和5B风险走来考虑 不考虑控制的影响 因为本身目的 就是在测试内控 和有效性 所以正确 因为错误的只有A选项 只有A选项 这话 然后还有一个 是在执行集团内部控制审议时 对于内部控制 可能存在重大缺陷业务流程 现在做小达中 正确的有 有时候没学过 你看看内容 有正大缺陷的 亲自测试 相关内部控制 而非利用他人工作 重大缺陷的 B 在接近内部控制 评价近日的时间 来测试内控 C 选择更多的子公司 做内部控制测试 D 增加相关内部控制的测试量 是不是都学 讲过对吧 有重大缺陷 你甭管是不是集团内部审计 对吧 甭管是不是集团的内控审计 你一般的不集团内控审计 也一样的 有重大缺陷 也有流程 我们应该什么ABCD都选 对吧 集团也这样 对吧 不集团也这样 所以呢 前面这个说集团公司内控审计 这是一个干扰项 说好像没学过 仔细看内容都学过 这样一个 那这是咱们来说 关于内部控制审计 一些基本的规范 那你看啊 我并没有像教材那么去讲 因为大部分东西咱们都学过 所以我只是找一些他特有东西 有科学性东西 其他东西呢 不是说没有科学性 而其他东西我们都学过 都在聊天控审计中学过 所以那些东西你要愿意看就看 不愿意看也没关系 但我讲的必须掌握 那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进入下一个支点的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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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посмотрим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